大家好 今天用千叶豆腐欢迎来到美食 准备两个千叶豆腐改刀切成片 青红椒切成片 蒜子拍散 猪肉适量切成片 起锅烧油 锅中油温烧至三四成热 下入千叶豆腐 炸至千叶豆腐飘起 膨胀至两倍大 然后下入青红椒片 炸油十秒钟 好了 倒出控油 锅中加适量的油 油热后下入肉片 将肉片炒香炒出油 将肉片炒至表皮微黄 然后下入蒜子炒香 炒香后下入辣酱 炒出红油 炒出油 炒出火油后加适量的蚝油 炒出香味 然后加适量的水 下入千叶豆腐 开始调味 炒出油 炒出油 少许的白糖提鲜 鸡精 老抽炒几调色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烧至三十秒 炒出油 炒出锅前加适量的水淀粉 勾芡 用少许的香油 翻炒均匀 好了 准备一个锅仔 淀上洋葱丝 放入锅仔中 炒出锅仔中 煮炒均匀豆腐做好了 焦香口炒起下饭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一下